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属牛的你今年雖然一粒吉星都沒有 但是不用怕 因為怎樣都好過2018太歲雙營 因為2018太歲雙營是非日比較多 強位又比較差 可能經常土鵝都不出奇 到2019就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2019完全沒有吉星 空星有什麼? 空星原來都不重要 什麼飛簾、炮尾、大煞、桑門地 那些全部都沒有什麼重要的情況出現 所以今年吉星完全沒有 空星又沒有力 那為什麼要靠自己呢? 原來屬牛的你今年豬年都OK 太歲搖合 搖合來說原來有遠方貴人輔助 什麼叫遠方貴人 如果你做的生意時要接觸外地的人 或者做外來的生意就比較好的 但是如果你要本地生意 或者天天坐捨自流 那就完全沒有幫助的了 所以屬牛今年屬於一個中的生肖 沒有什麼特別空星、沒有什麼特別吉星 運氣方面都要看回你究竟是春夏秋冬出世 那始終都是如果你生在春夏天 2019的4月5日之後 一直打到2022的8月8日前 這段運氣對你來說都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你生在8月8日之後 3月6日之前 那本運氣來講 去年又是太歲雙營受影響 就減慢了你的運 本來去年火年也好 今年水年來講 一定只會向下不會向上的 所以平就要偷笑了 如果跌就頂著頂著頂著 要頂到2022年8月8才搞定 所以要調整你自己的心態 好你當幸運 不好你當正常就行了 蘇文鋒2019豬聯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就要留意 11月到時候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事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屬雞的你 去年來講叫太歲雙營 太歲雙營害是非比較多 來到今年來講 淫穿淫害淫營淫合淫灰桃生肖 一個平字可以形容 所以今年比較平平的 沒什麼特別的 又不是特別好 又不是特別差 是非又不是特別多 吉星只有一個八座 八座叫表面風光地位提升 沒什麼力的 因為今年運氣來講有一般 那空星有什麼 空星有個囚獄 都是普通的是非星 沒什麼特別要留意的 其他的滴殺吊客 天狗 災殺碎破 全部是細星來的 所以屬雞你今年很平的 吉星有八座 空星只有一個囚獄 普通的是非星 那平極來講 感情方面都要留意 因為感情方面 如果你是單身的 就要留意月份 因為單身的 雖然今年不是桃花年 也有月份 是桃花的 原來今年來講 去到這個五月 是你的桃花月 某神次五 五月和十一月 兩個桃花月 如果你真是單身 又很想拍拖 就留意五月和十一月 如果拍拖未結婚 今年進一步機會 也不是很大的 所以今年運氣排第九 桃花排第八 都需要一般的那些 但是又不是說差得很緊要 運氣方面 如果你生在八月八之後 三月六之前 因為金水流年 對你來說 沒有什麼幫助的 所以今年運氣來講 就要移手不移工 又有機會下降的了 但是如果你生在三月六之後 八月八之前 尤其是五月六至八月八 這個熱命人 今年來講 雖然那個吉空星比較弱 又不是說有貴人輔助 又不是逃花年 但是因為自己本身運氣都不錯 靠自己能力 都可以上多一級的 所以記住 五月六之後 八月八之前 有任何機會可以放膽嘗試 三月六到五月六的運氣來講 都是向上機會比較大的 最不好的那批 就是十一月七到三月六 二手不移工 這個八月八到十一月七 都是屬於中油 不是說太差的 所以總觀屬雞的 你都是比較平穩的年來的 蘇文峰 2019豬聯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十一月了 到時候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 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今天雖然不是特別好 但又不是特別差 因為2018就泰瑟相合慢慢去到 2019就叫做泰瑟暗合 就很暗中的 可能暗中貴人輔助 什麼叫做暗中貴人 可能上司的上司暗中 看你靜靜幫幫你 或者客人會介紹一些生意 給你叫做暗中貴人輔助 但是又不用怕 因為今年吉星有三顆 還有兩顆最有力的貴人星 有龍德紫薇 最有力的貴人 懂得有力的貴人輔助 以及地解逢空化吉能化空星之力 雖然運氣排第六 因為你不夠人家那些 桃花生肖 泰瑟相合生肖 好了 但是排第六其實都是不差的生肖 那空星有什麼呢 遊役 天厄和暴霸遊役 可能周圍走 走到比較多 可能你工作時要公幹 外出 甚至乎旅行都可以 所以遊役等於逆馬一樣 走來走去沒有什麼特別差 所以這些屬馬雖然排第六 感情排第七 其實都是不錯的 只不過因為人家比你更好 你沒那麼好感解 所以今年有紫薇農德 有力貴人星貴人輔助 地解逢空化吉能化空星之力 那空星就差不多全部等於沒有 因為遊役不可以 空星就走來走去 運氣方面你也要留意 因為如果你是生在秋冬天出生 2018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你馬和狗是相合 就加重了火旺 而秋冬天出生要火 所以如果你2018是不錯 有機會今年春季來說 都有機會可以延續到的 那春季之後打落 就19201也要守了 那相反來說 因為2018是大火年 如果你是春夏天出生 你是忌火的 那如果你發現2018 雖然態勢相合 但覺得運氣都一般 又不用怕 因為2019轉好機會很大的 那尤其是入秋入冬之後 就比較明顯進步了 那入秋就8月8 入冬就11月7 還要把握機會 蘇文鋒2019豬年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11月了 到時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 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屬鼠的今年不錯 原來今年是咸池桃花 咸池桃花叫做冒水桃花 如果單身 不要理會是冒不冒水 有拖泊 那天叫人回家吃飯 那結婚要留意 結婚冒水桃花容易 三個關係影響到自己婚姻 那冒水桃花是人緣運來的 如果你做事經常要接觸人 冒水桃花人人對你今年特別容易和好 最自然容易成功 所以記住 如果已經有穩定感情 或者結婚 將你的冒水桃花化做人緣就好 如果單身來說 冒水桃花很容易和已經相識的人 突然間來突然走的 要維持到過了今年才有機會 一直發展下去 但是桃花來說不一定是壞的 總之記住 有男女朋友的 盡量化做人緣 除了桃花之外 還有太陽星 我太陽星是男貴人之座 如果上司是男人拍 男人一下索男人 今天特別容易有幫助 空星都是很輕的 有天空和晦氣 天空是計劃容易成空 經常叫人不用有計劃 有計劃的人多數實驗不到 只要見一步行一步 最好解決眼前問題的人 就搞定了 所以天空不用理 晦氣就棘手少少了 晦氣就容易 談好的事情被人截戶 例如你做地產代理這樣 明明日頭談好了 怎料晚上漏夜被人截戶 就做不成生意了 所以晦氣很容易令自己不開心 但也不用怕 因為熟暑的 有桃花的關係 又有太陽星的關係 所以無論是感情 或者事業方面 都排第三 事業方面 我們都要分回 究竟你是春夏秋冬出生 如果你是生在春夏天的寒命熱命人 由今年打落來說 連續三年都好運 一路走到2022 8月8才會停的 如果相反 你生在秋冬天 8月8日之後 3月6日之前 2018來說就不錯 有少少上回的機會 2018年會延續到2019年 4月5日前 還可以爭取 4月5日後 二手不二工 蘇文鋒 2019株連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11月了 到時候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 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事 千萬不要相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恭喜恭喜恭喜 熟龍的你 今年排第一 終於搞定了 因為2018年你沖泰稅 沖泰稅 如果結婚 或者大肚生者 就恭喜你 如果2018年分手 怎麼辦 那不用怕 因為今天紅聯桃花 馬上可以投入新感情 因為紅聯桃花是正桃花 什麼叫做正桃花 能夠發展下去的桃花叫做正桃花 那如果2018年沖泰稅 未分手 那你有結婚機會 所以單身容易有新桃花 未結婚 那你有結婚機會 結婚後 也有生子機會 紅聯桃花就什麼都好 除了男女關係之外 紅聯桃花也跟交際應酬人員好 結婚一把年多 也借紅聯桃花多些出去交際 那現在的人做的多數都要交際 那交際應酬好 做事自然順利 順利自然賺到錢 對不對 所以除了紅聯桃花之外 還有不止有月德和攀岸 紅聯桃花就是人員星 月德就是貴人星 逢凶化吉 其實月德不是逢凶化吉 月德的星是深辭報復心 比較少人報復心 所以自然的災禍就自然少了 所以叫逢凶化吉 是間接的逢凶化吉 攀岸和地位提升有進步 所以今年有人員星 有逢凶化吉的星 有地位提升的星 都不錯 空星有什麼 都有一堆 有陰煞死符和小號 陰煞是女小人 所以今年小心女人 死符是小疾病 小破財 小破財就不用怕 因為今年這麼好 小破財來講 可能買些好東西給女朋友 或者禮物給男朋友 又或者那些東西你想買 買了很久又不捨得買 今年趁這個小破財就買了它 反正今年都比較容易賺到錢 今年來講 無論是春夏秋冬出生的人 都有幫助 春夏天因為正在走運 在今年4月5日打落 又受這個運氣影響 又受這個紅聯頭髮影響 應該就進步得比較快 你想做生意 做生意要留意 你要肯定自己入了大運做生意好些 但未入大運也不用怕 未入大運 短線來講 192021都比較容易成功 所以今年如果想做生意 或者想轉工 在2019是第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如果再猶豫 2020都可以 不過當然19轉就比較好 因為19轉2020 2021都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生在8月8日後 3月6日之前 寒命人雖然說你今年的運氣不錯 但都會適宜守住舊有的 千萬不要轉 很想轉到 除非你4月5前轉4月5後 打落這三年其實都不適宜轉變 在一個穩定地方 穩穩陣陣 雖然這麼多咳聲來說 都是越穩陣越好的 蘇文鋒2019豬聯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就要留意 11月了 到時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事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這樣就大件事了 屬羊的你怎麼都好過2018的 因為2018太歲雙營是非比較多 場衛比較差 但不要這麼開心 原來你的場衛影響 會影響到4月5之前 4月5那個月都要留意 因為農曆深夜是熟土的 所以延續多一個月 所以4月5至5月6個月 場衛都比較差 所以春季來說都要小心飲食 下季之後 打落場衛出現問題 機會就不太大了 雖然屬羊的你今年完全沒有吉星 但因為今年叫太歲搖合搖合 都容易有遠方貴人輔助 比起上來2018和2019 比起19一定好過18很多 那麼空星有什麼 有華蓋和天哭都是細星來的 華蓋心情覺得孤獨不開朗 天哭容易小小事 哭得一句句兩個都容易影響心情的星 不過如果你做創作就有幫助 因為華蓋是藝術之星 創作通常都孤孤獨獨 我自己寫書都是半夜三間在家 自己一個人寫 沒有人理會的 所以如果你做創作藝術設計的東西 華蓋是對你有利的 天哭來說無論做什麼都容易有悲觀負面情緒 所以今年主要是情緒上的問題 運氣方面是屬於中間不是太好 又不是太差的 如果你想在秋冬天出生 平命熱命的人就會好一點 因為19、2021都是屬水 對你比較有利的 在秋冬天出生8月8日之後 3月6日之前 今年打落來說 這三年都是疑首不疑功設計 雖然今年平穩 但是秋冬天出生的人平穩得來 都是不要進攻 都是下跌機會比較大的 蘇文峰2019珠聯運程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就要留意 11月了 到時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這樣就大件事了 屬府的去年不錯 今年也不錯 因為去年來講 太歲搖合 今年來講 太歲雙合 雙合來講 直接一點 就容易有貴人輔助 所以做事任何事都容易順利少少 還有人緣好少少 爭拗就少少少很多 今天除了歲合之外 還有一個叫太陰 太陰女貴人之助 上司拍檔下載女人都特別容易有幫助 所以今天有兩個吉星 歲合就是太歲雙合的意思 太陰就是女貴人輔助 空星有什麼 空星有亡神 孤神和天官符 天官符普通的是非星 但是因為今年的太歲雙合 就有是非星 都不會嚴重的 孤神有時心情覺得孤獨不開朗 那又不怕 因為今年的太歲雙合人緣好 覺得孤獨 就約人去街 或者請人吃飯 就不會這麼孤獨 剩下一個亡神就是最棘手 亡神又不是大星 亡神容易不見私人物件 銀包 鎖匙手提電話 不見了車匙 找車就開不了 不見了鎖匙 回不了家 不見了手提電話 不見了美女 美女手提電話 那就棘手了 不要緊現在有雲端 現在不見了手提電話 沒那麼害怕 不要留一些驗照就可以了 所以屬府今年是不錯的 無論感情又或者事業都是不錯 感情因為太歲雙合就比較穩定 穩定是什麼意思 你有感情繼續有 你沒有 有的機會其實都不是很大的 就是一個穩定的狀況 事業方面排第五都叫做中上的生肖 你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屬蛇的你今天特別留意 因為今天輪到你沖泰稅了 那桃花你就過完了 輪到沖泰稅了 那就不用怕 桃花就代表容易認識異性 沖泰稅原來感情變化 如果你去年認識異性 今年想要結婚 或者已經大肚子 就恭喜你 正常的 但是如果今年不想結婚 又有分手機會 衝突會變化 感情變化 住屋變化 事業變化 感情變化的意思 如果沒有就容易變有 如果有又不結婚 就容易變分手 那住屋變化不用怕 找個好風水屋就可以了 大的方向 現在大門向東南和西北 就旺財旺丁 正南正西就旺財 正東正發就旺丁 千萬不要找大門向東北 或者西南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即使找了 都不用怕 頂多年 頂多久 頂到2024 它就轉運了 萬一你住間屋 真的大門向東北 或者西南 再等到2024 才轉好 現在就在東北 或者西南的地方 就把白粒白石頂住 頂到2024 頂到不病為止 那 事業變化 要特別留意 事業變化一定是兩極化的 因為由今年開始 連續三年都是大水年 對春夏天出生的 平命熱命人有利 所以如果平命熱命人 今年想轉工 是一個好的時機 或者想轉做生意 都是好的時機 相反 如果浪費8月8日之後 3月6日之前 打死都不要動 老闆不擁你 你都不要走 暗時炒你 你都千萬不要辭工 老虎都等他炒 補完錢 你先走了 所以記住 屬蛇的你 如果浪費秋冬天 打死都不要轉工 因為今年只會越轉越衰 一九衰 二零衰 二一都是衰 要衰到二二才可以回到生 所以今年屬蛇是兩極化 雖然說你感情排第十一 事業排第十一 事業排第十一 事業排第十一是講 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 和熱命人是無關的 感情排第十一又不一定 感情是兩極化的容易 你一段感情就是一段感情 今年又是易馬年 沖泰稅已經變化易馬 代表有千年外出變化之障 會走動比較多 還有今年有個月空 月空是逢空化吉能化空星之力 因為沖泰稅特別容易交通 意外損傷 行街都容易撲街撞到腳 因為今年容易牙受傷 腳受傷 特別要留意農曆 四月和十月容易損傷 去捐血洗牙化解 而且每次沖泰稅 都有個大號星會跟著 大號代表大破財 所以沖泰稅特別容易搬屋 就是對的 因為搬屋無論你買屋也好 搬屋也好 很多不少都用得夠錢 除了大號之外 就是稅破 稅破就是沖泰稅的意思 其他披頭和欄杆 又不是很重要 所以今年來講 雖然是沖泰稅 但吉星有易馬和月空 逢空化吉 空星只有大號的星 最主要留意就是容易交通意外損傷 駕車的人農曆 四月十月特別要留意 可以捐血洗牙 可以化解的 蘇文鋒2019珠聯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十一月 到時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除了熟豬犯泰稅 熟蛇沖泰稅 就到你熟泰稅 因為泰稅雙村 泰稅雙村 泰稅雙村都是是非比較多 我異性而言 我的異性 就是女人 容易有腎旁肝秘利系統出現問題 所以如果平時已經容易有婦女病 那就特別要留意 生冷東西 或者那些魚生 就不要吃那麼多 不是一個不個二 又肚子又婦女病 這樣就棘手少少少了 除了身體方面 運氣方面 都是是非比較多 但又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雙村來講比較輕微的 雙村來講多數是代表家事 家裡面的是非多 不是外面是非多 所以家庭方面 如果結婚要留意老婆 未結婚 一家大小要留意 特別容易吵架 所以家事要留意 那麼留意的月份 最主要都是去回 1月、4月、7月和10月 這四個月都是小的是非 今年吉星有天德和福星 有天德就好彩了 天德逢空化吉 因為報復心比較少 就自然逢空化吉 所以今年人家有是非 或者隔你兩句 你捲身吞了他 轉頭又不記得了 自非自然沒有 所以天德逢空化吉 就是間接的逢空化吉 那福星是普通貴人星很輕微的 有好過沒有 小小的那麼多貴人輔助 那空星有什麼 空星真是吵架 有捲舌 捲舌容易口對口 面對面和人吵架 平時幾好脾氣都容易吵架 希望那個天德逢空化吉 鎮住你這個捲舌 就不要和人吵架 其他又劫殺 劫殺就是因朋友而破財 千萬不要借錢 或者擔保 就算好老友都借錢給他 你預計他今年沒得還 有得還的 所以今年容易因朋友而破財 還有一個匹脈 長輩身體要留意 我剛才說了 這個態勢雙村是關家事事的 長輩都是家人的一種 所以今年長輩要留意 容易吵架 以及容易給人借錢 沒有得還 是非比較多 但運氣方面來說 都要看你究竟春夏秋冬出生的 如果你是春夏天出生 因為始終你的命是要水 就忌火 192021也是屬水的年 對你來說都是有利 雖然這麼多是非 升之中都是向上的 如果相反 你生在8月8之後 3月6之前 你寒命人 今年又多是非 又容易吵架 容易被人借錢 沒得還 收入已經一般 應該容易下降 還被人借一筆 就很慘了 所以記住了 秋冬天出生的 你記住守住的荷包 千萬不要亂花錢 不是你19不好 2020、2021就過不了了 蘇文鋒2019豬聯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11月 到時候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 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請看電子班 屬套今年都不錯 因為去年太歲三合 今年太歲三合 總之一合就穩定 人緣好 衝就變化多 是非比較多 所以今年人緣好 變化比較少 都屬於一個穩定的生肖 還不止 原來今年吉星比較多 有今季三台和將星 今季財白有利 等於隔萬搬回家 所以屬套今年賺到錢 容易儲得到隔萬 聚賭財 三台地位提升 將星是權力提升 所以今年權力地位提升 以及有錢代賭落袋 打工仔代表容易升職 做生意容易賺到錢 空星都比較多 有非符、官符、練符和五鬼 五鬼就是小人星 非符、官符、練符 例如其內官非、是非、人事不和 官非不用怕 官非不一定是犯官非 可能你開車的 抄張牌忘記給錢 原來罰上去又罰多些錢 這樣也叫做官非 或者亂過馬路 亂丟東西亂食煙 記住了 不要亂丟東西亂食煙 亂過馬路 不就被人立即罰你錢 這樣也叫做官非 運氣方面 即使你是春夏天出生的熱命人 好上加好 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 都不用怕 因為2018的運氣是不錯 它有機會將你的下降軌跡 升上少少 到2019來講有機會維持到 所以今年來講 春夏天出生的人 有新東西可以放膽 嘗試 秋冬天出生的人 有機會守勢都守得住 去到這個明年 就不用怕 原來明年2020年 還有紅聯桃花 熟土好像是挺好處 18太歲相合 19太歲遙合 2020紅聯桃花 有桃花頂住 就算秋冬天出生 也不會太差 蘇文峰2019豬聯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11月了 到時候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 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熟狗的你們都要留意 因為2018犯太歲未犯完 原來2018犯太歲 人家犯到4月5 你就會犯到5月6 因為4月5至5月6 農曆3月同理來說 都是相衝的 所以2018悲觀負面情緒 場衛比較差 延續到5月6之前 都要留意 尤其是場衛方面特別要留意 但落到2019 就值得恭喜 因為2019來說 連有桃花 交際應酬人員好 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 雖然沒有紅聯桃花那麼好 那你是天氣桃花排第二 紅聯又好 天氣又好 都叫淨桃花 容易認識一些能夠發展下去的感情 如果2018 因為犯太歲分了手 2019要抹乾眼淚 重新振作 馬上投入新感情 但如果2018 因為犯太歲結了分 或者大緊吐 2019就是喜事臨門 所以天氣是喜事臨門的意思 除了天氣之害 還有抹月 抹月代表地位提升有進步 所以屬九的兩個吉星都比較有力 一個有利地位提升 一個有利人員 桃花 那空星有什麼 空星只有一個病符 病符就是一個小疾病 沒什麼特別要留意的 其他什麼黃番 天煞寡宿那些很小的星 不用留意的 所以屬九 你今年是天氣桃花 特別人員好 又有這個墨月地位提升 有進步 空星只有病符 小疾病 那即使你是秋冬天出生運氣 一般都好 但是因為有桃花之助 都可以抬高你少少 讓你下降軌跡 不要跌得那麼快 那如果相反 你活在春夏天平命熱命人 那受到這個2018犯太歲影響 可能就一般 因為一落到21金水年 只有2018是熟火的 所以你春夏天出生人 2018 你會反而覺得 不是說很順利 又有悲觀負面情緒 那落到2019 可能是一個大的相反轉變來的 因為2019是大水年 又加上桃花年 跟這個2018 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如果你浪費春夏天 不要灰心住 頂到這個5月6日之後 有任何新機會去放膽上市 無論轉工也好 做生意也好 其實都是適宜的 不過做生意 反過來 要看你入了大運沒有 如果入了大運 就有機會一路可以做下去 未入大運來說 都可以把握 192013年榴槤運 三年榴槤運做到 做下去 看看會不會延續 因為有時運氣可以延續到2024 2025才會跌下來 要看清楚 如果做生意 192021起了一步 延續不到 20228月8日之後就要停 有好機會延續到2025 所以春夏天出世的人 今年要把握機會 千萬不要被現在的現象影響了 蘇文鋒 蘇文鋒2019 豬連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11月了 到時候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 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 屬豬的你今天特別要留意 因為屬豬犯太歲 犯太歲通常跟運氣沒有直接關係 主要是思想情緒出現問題 三個六歲來說 和48歲是情緒最差的 往往都想到很悲觀 尤其是農曆十月 色情外又散心 如果你生在春夏天 就適宜去西北方西 冬天適宜去東南方 千萬不要去錯 去錯有反效果 除了情緒出現問題之外 原來屬豬今年都比較容易撞車年 容易牙受傷腳受傷 農曆四月十月可以捐血洗牙化解 所以特別要來以悲觀 負面情緒及容易撞車 即使你走運也好 甚麼人走運呢 因為現在 1920、20、2013年都是大水年 對春夏天出生最有利的 不過走運也容易被負面情緒影響 所以解決負面情緒 運氣自然沒有問題 另一批 如果在秋冬天出生又行衰運 連續三年都衰的 又行衰運 又悲觀負面情緒 衰上加衰弱 那份工作覺得很不滿意 記得打死也不要轉工 最快要到2022年才可以轉工 運氣知道 損傷知道 輪到感情 感情犯太歲是兩極化的 容易離一段感情 就是一段感情 如果你拍拖 今年有機會結婚 不一定是衰的 只不過結婚 今年要一起擋三摘 無起心情 或容易被負面情緒影響到你的感情 所以如果未結婚 有結婚機會 如果不想結婚 又分手機會 如果沒有感情 那就恭喜 沒有感情容易離一段感情 所以感情方面 雖然排第十二 但也要看你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今年吉星又天解解神 盡量把損傷 或者非官負面情緒減弱些少 那空星有甚麼 空星一定有見風服屍的 因為每次范太祥都有這兩個星跟著 那見風服屍 又受金屬所傷 還有一個血印 由金屬所傷 見血一定是要捐到洗牙化解 其他就是指輩被人睹背 只要講事 特別要留意 名槍二黨 暗戰難防 還有一個星叫浮沉 那你范太祥要浮沉 正正常常浮沉沉 沒有甚麼大的突破 疑守不疑攻 疑慢不疑快 即使走緊運到 要搞定這個悲觀負面情緒才行 蘇文鋒2019豬聯運程 有得賣了 大家要看電子班 就要留意 十一月 到時候會在各大電子書平台 及超越網上市 其他網上流傳的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信 不是信錯內容 用錯日子 那就大件事了